hello 大家好 我是草币大师 今天给大家说一下大陆客户购买比特币的详细的过程 今天的视频非常的重要 币圈的骗局非常多 新手朋友一定要注意 本期视频教给你如何买币卖币提现出金的一个完整的流程 如果你是新手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视频 今天一共分为这五个步骤 我们今天先从第一个给大家讲一下注册OEOKX交易所的账号 先来给大家说一下什么是OEOKX 在我们国内有三大交易所 分别是OE、币安、火币 选择OEOKX的原因是他这边大陆用户可以注册 币安、火币不接受我们大陆客户 第二个原因就是他的手续费非常的低 非常的划算 邀请链接我会放在视频的下面 如果你这边有兴趣 可以用我的邀请链接去注册 如果用我的链接去注册的话 可以获得价值20元的比特币和10美金的返用卡 最重要的你这边你的手续费可以终身减免20% 非常的划算 我们把这个链接复制到浏览器里面 我们打开一下 会来到一个这样的页面 这边支持手机 支持邀请码的话是默认填写的 手机的话支持中国大陆地区的手机号 然后我们填写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这边的话 如果你用我的链接去注册 还可以获得一个随机的盲盒 最高的话是6万块钱的数字盲盒 只要你通过我的链接去注册 这边都会有的非常非常的好 好了 我们继续看一下第二个 安装交易所的手机端 先来给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要安装这边的手机端 先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分为买币 然后发现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非常非常的繁琐 非常非常的多 对我们新手朋友非常不友好 但是如果你在手机上面去操作 那就很方便了 手机的话 先来给大家说一下 手机目前分为是安卓 还有苹果 先来给大家说一下安卓 安卓非常简单 我们这边有一个向下的小箭头 然后呢鼠标放到这边 会有一个二维码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微信 或者是QQ直接扫这个二维码就可以 如果扫码的时候提示被拦截 被封被封控 这个时候呢 非常简单 我们可以打开一下我们的手机 选择一下支付宝 支付宝这边有一个扫一扫的功能 或者是呢 你这边还可以随便的找一个浏览器 我这边用的是360 然后打开之后360这边有一个扫一扫的功能 也是可以下载的 安卓手机就是这么简单 今天主要说一下苹果手机 因为苹果手机属于iOS系统 必须要用到海外的ID才能下载它的APP 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大家都懂了 它这边大陆的ID不能下载它的APP 是哪一个呢 我们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这边有一个苹果英文商店 这个我们点击进去 然后看一下这边右上角 这个账号不能是中国大陆的ID 必须是海外的ID 那这个ID我们去哪里找呢 你这边可以去谷歌 一定要去谷歌 在百度是搜索不到的 然后搜索一下美区ID购买 会有这么多的账号 随便的找一个就可以了 非常便宜几块钱一个 当我们买完之后呢 我们需要做一个操作 我现在是假设我登录的是我自己的大陆的ID 那我们就拉到最下面 有一个退出登录 退出我们自己的大陆的ID 然后登录我们这个海外的ID就可以了 然后在这边我们点击搜索 然后在这边我们可以直接输入 我们直接输入这个OKX 这一个就是它的APP 这边写的OEOKX 然后是黑底五个白色的方格 这边是下载就可以了 为了不浪费大家的时间呢 我这边已经是提前下载过了 安卓这边也是没问题 已经是下载过了 好 我们就进行下一步 交易所的APP安全设置 因为我们的钱都是在交易所里面 所以安全问题一定要搞好 好 我们先登录一下我们自己的OE的账号 然后选择左上角 选择这边 好身份认证我们点击一下 这边会有一二三 这三个 一二三 建议大家认证到这个视频认证就可以 因为视频认证的话额度比较高一点 提现的话比较方便一点 然后这边会有一个偏好设置 偏好设置 这边有一个计价货币 我们选择人民币就行了 然后安全中心 这边 能绑定的 大家都绑定上就可以了 好 基本的设置完成之后 我们还需要做一个操作 就是绑定一下我们的银行卡 在哪里呢 这边有一个买币 选择CRC交易 选择我的收款账号管理 点击这边的添加就可以了 先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边添加的话 这边添加的话会有银行卡支付宝 还有微信 强烈建议大家使用银行卡就可以了 微信支付宝就不要再用了 因为银行卡的话不容易被冻结 好 好了 我们接着给大家来讲一下下一个 第四个什么是USDT 怎么样购买USDT呢 先给大家说一下什么是USDT USDT 它的中文叫做泰达币 它是和美元挂钩是相等的 一美元就是一个USDT 一个USDT就是一美元 世界上通用的货币是美元 但是在虚拟货币交易市场通用的货币呢 就是这个泰达币 假设你这边想去购买比特币 狗狗币以太坊之类的 只能用USDT去购买 世界上任何的货币 比如你是英镑美元人民币 都是不能直接买这些虚拟货币的 必须通过一个中间转换的货币 就是USDT 说白了 只要你想买任何的虚拟货币 必须先去购买USDT 才能购买这些虚拟货币的 好 给大家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假设我这边 我有人民币 有美元 有欧元 我想直接 我去买这些 比特币 狗狗币 以太坊 这种是不可以的 你必须拿着你们本地的货币 先去购买USDT 才能购买这些虚拟货币的 好 接下来呢 给大家来演示一下如何去购买USDT 好了 我们先回到我们这边的首页 然后选择这边左上角 然后这边会看到有一个买币 大家不要选择这个买币 要选择这个CRC交易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CRC交易 它是你自己可以筛选商家 但是这个买币 你这边 它是随机的给你匹配的 非常危险 我们选择这个CRC 然后选择这边的购买 在这边选择CNY 然后呢我们点击筛选 我这边选择一下银行卡 好 输入我这边 我想买一万 好 非常多的商家 今天的重点就来了 这边有非常多的商家 我们要看哪里呢 看它的成交量和它的完成率 越高越好 假设这边有一个叫东方蜘蛛的 我们看一下它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去看哪里呢 看它的这边 成为商家的时间 越长 越好 第一个就是看它的成交单数 还有成交率 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去看它成为商家的时间 时间是越长越好 第三个就是看一下它 近期的成交单数有没有问题 越多越好 好 我们点击这边的委托单 然后选择这边的购买 输入我们要购买的金额就可以了 假设我这边买一万块钱的 我点击购买 然后这边会有一个提示 我们点击继续交易就行了 然后选择下一步 为了确保我们的资金是安全的 卖家这边可能会发一些要求 让我们验证一下 然后配合配合它 然后我们找到我们绑定了银行卡 找到我们的明细 假设这个就是我的明细了 比如说我买烟买酒逛超市点外卖 我把这张图给它就行了 为什么呢 因为那些不干净的钱 它们都是那种一万两万三万五万 非常大金额 但是我们正常的消费是没有问题的 好 如果卖家感觉没有问题 他就会把他的姓名银行卡号给我们 然后呢 假设我们要买多少钱的 然后给这张卡转钱就行了 转完钱之后 点击我已完成转账 转账的时候呢 不要备注任何的信息 像什么投资比特币理财之类的 不要备注这些信息 好 大约也就是几分钟的时间 我们的钱就会到账了 为了不浪费大家的时间呢 我这边已经提前准备好了100个USDT 然后我们点击一下这边的资产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这边有两个账户 一个资金 一个交易 好 我们点击一下 资金账户里面有100个交易账户里面 没有钱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给大家说一下 资金账户只是说明我们的账户里面有USDT 但是呢不能去交易 交易账户顾名思义是交易使用的 钱放在里面可以用来交易 我们的钱现在是在这个资金账户 那我们需要做一个操作 就是把我们资金账户里面的钱放到这个交易账户 我们的钱现在是在资金账户 那如何放呢 点击这边的资金滑转 从资金到交易 币种选择USDT 然后选择最大 选择确定 好 我们刷新一下资金账户没有钱了 交易账户现在是有钱的 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买币了 点击这边的交易 会来到一个这样的页面 新手朋友可能有点看不懂 我给大家来解释一下 这边是我们要买的币的种类 这个1842是当前这个ETH 是当前这个ETH的这个价格 1842那可能会有朋友说了 我不想买这个ETH买这个以太坊 我想买比特币 那怎么买呢 在这边呢就要给大家介绍一个免费的看行情的网站了 它叫做非小号 假设我们想买比特币 我们不能输入比特币 要输入BTC 以太坊呢 我们输入ETH 那我想买这个狗狗币 非常可爱 我买我输入DOGE 好 我们输入点击这边ETH 输入DOGE 选择这边的BB 选择这个BB 然后选择第一个 好 大家看见没有变成0.07 狗狗币的价格了 然后这边是买入 这边是卖出 这边有一个限价委托 我们可以把它改成这个第三个市价委托 为什么呢 因为市价委托成交的速度快 好 我们把这个狗狗币再改回来改成ETH 这边有一个ETH 这边有一个ETH 好选择市价委托 选择市价委托 然后呢 这边有一个小箭头 我们把它拉满 这样的话 我有100个USDT可以买0.05个以太坊 然后我点击买入就行了 好 给大家来演示一下买入ETH 然后价格是1842 USDT 然后呢 假设我们现在买完了 我想卖出 点击这边的卖出 然后和刚才一样选择市价委托 然后给他再拉满 选择卖出就行了 我们卖的时候肯定是赚的 假设我们买的时候是1842 那我们卖的时候可能涨到了1942 那我们这边是不是赚了100个USDT 那现在我想把我这100个USDT换成人民币 那怎么操作呢 好 我们选择这边的资产 现在我们的钱是在交易账户里面 在这个里面 我们需要把我们交易账户里面的钱 重新的回到这个资金账户 那如何放呢 点击交易账户 点击资金划转 从交易放到资金选择最大选择确定 好 资金账户有钱了 然后交易账户现在是没有钱的 好 我们回到首页 选择这边的 左上角 然后选择CRC交易 这边点击出售 然后这边选择筛选 选择银行卡 点击确定 和刚才一样 要找那种可靠的商家 我们继续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1万多的 好 像这种商家才半年的 我们就不要找了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更加可靠的 这边 这个人 可以 老商家已经一年半了 然后成交单数也非常多 完成率也非常好 好 我们点击这边的委托单 然后点击这边的出售 然后这边我选择最大 好 选择完成之后 我点击零手续费 卖出USDT就可以了 当我选择这个零手续费 卖出之后 他就会往我的银行卡里面 打过来700块钱 等我收到了这700块钱之后 我再把我这100个USDT 给他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我们1842买 1942卖 赚了100个USDT 然后促进了一个全过程 给大家演示了一遍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边 我是炒币大师 大家有问题 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 原理很繁杂 人民币走强 买美元资产 等到人民币走弱的时分 美元资产变现 这都不需求思索资产价值波动 地道从汇率上就能吃到红利 说的繁杂 但是实践操作上并不繁杂 不肯定性太大 一方面是中国国内缺少境外投资的渠道 国家掌握放着 另一方面全球形势骚动 各种风险对资产价值有波动影响和冲击威胁 这不是普通投资者和一般人就能玩得赚的风险投资 没有才干掌控的机遇 对应的就是无法自救的风险 只是恶意的现实沉说 战争都是插曲 低处都是终点 真正关键的 是要看到货币汇率面前 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 正处于一个百年难遇的重塑周期 汇率是小致 短期的机遇和波动不谈 看的是中暂时的走势和影响 美元霸权和美国优先的全球经济和金融规则环境 没有发生实质感动影响 任何货币过于强势 都是美元的冤阻 这不契合中国滔光养晦 后机不发的稳定作风 而且从现实影响来分析 人民币持续走强 对于国内资产 金融市场 制造业 都是恶的效应 这个逻辑给自己分析一下 汇率走强 国内货币必然紧凑 资产价钱承压 房价下跌 金融市场缺少死水 存量活杀收割 然后制造业本钱被汇率紧压 取得价钱协作优势 而这种情况 会随着短期人民币强势而持续 这就是汇率的利益 比起政策表达 还有货币管理手段来说 更为直接和分明 文章的最后 谈几点个人的观念和分析 一 人民币被当作避险资产 出于中国国家货币信誉 和对全球资本和储蓄的接收需求来说 就对汇率稳定有了现实的要求 而这样的要求 短期内必定会取得持续 短期内 人民币继续走强 是可以预见的 二 基于人民币对外走强的短期预判 国内经济环境中 前景的现实情况 很罕见到高效率环境 即使片面放开 有一个很关键的 就是美联储加息落地 已经对全球货币环境的冲击和影响肯定以后 太干完成 但美联储的加息没有落地 美元紧缩和美债锁表没有正式发起以前 自觉压住汇率涨跌 风险不可扣 三 对于国内资产和金融市场 短期的涨跌不必在意 特别是汇率走强的大倍 国家从市场抽水货放水平衡汇率是低率 而这样的抽放水对于行情的影响 绝对大于其本面和经济实体的影响 所以短期内的波动 特别是中西江村的房价 其实没有多大的意义 四 人民币 在没有获得全球结算货币占比的一席之地以前 走强并不是坏事 这是一种猪烈的平衡外形象 遭到挤压的特别表现 不具有暂时参考意义 特别是要警觉一些行家和耐心举措的鼓噪和田径 大约就这些吧 没有任何投资的建议 一国汇率 关联货币内外 决议经济环境和开展动力 不同层次的群体 在这样一篇客观理性的文章中 能够获得的东西和形式也是不一样的 这个没方法强求 最后给自己分享一个很故意义的观念 那就是关于货币和国家位置的对比 中国明代 正和旗下西洋 用泥土烧制的瓷器 换回了全世界的真金白银财富 也让China成为了现代中国的称号 毫无疑问 用途当作货币 全世界买买买 这就是中国的国力巅峰和地位的表现 现在社会 美国用值印刷进取的美元 全世界买买买买 用值换回来全世界的修气效果和财富 这就是美国的当今的全球地位表现 人民币强于美元 不止于汇率 更要是能走出国门 让全世界都接受 这才是关键 当实力和地位都没有抵达 可以驾驭掌控财富的时分 经常不是幸运 反而简单招灾 小人无罪 怀必其罪 不就是这个意义 拒绝自觉自得麻醉 感性看待风险形势 经以此为 和一切中国同胞们 共鸣 不骗来源 头条图铺 依据国家相关部门的最新规则 本文形势和建地进攻参考 不构成任何关于职业 投资等行为的清除建议 若是风险自担 以上注释 来自熊猫被被小心爱 交个敢撒谎言 会撒谎言 擅长观察的年轻人冤家 可好 原创写作分享不易 假设觉得文章不错 欢迎转发点赞 关心自己实力原创 头条独家 如有飘窃搬运侵权行为 毕九 有效果欢迎留言 再不行就私信也行 文明交流 有问必答 谢谢各位 比特币价格消息 阅读 970 如何发行数字货币 又是一个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方式 发明和分享平台 平台已打赏 标价售卖等多种方式 奖励方式发明者 传达者和提供方式展现的第三方平台 要开创人刘强以为 深化见地域快链的两面性 才敢找到最适宜的运用场景 让每天挖矿释放出定量代币 最半分给开拓者和形式发明者 并树立了一套收益分配计划 内容发明者先一次媒体的身份揭物 经过发明形式而赚不代币 内容选择者经过传达和扩展内容分享收益 同时赋予用户不可转让的评价权和投票权 点赞数 参与评价的人数 传达广度等都包括在打分之中 用来计算收益 刘奥还设置了两个创新功用 一 文章投资方式 用代币投资并传达内容 如授权冤解权分享 让更多认可内容质量的人提升内容价值相似豪补 投资者和作者分享额外收益 二 自主广告 用代币自主公布广告 免中间商自动运转 只需支付效率几何节点 广告质量越高 好评越多 越无机遇出往常守卫 好评带来的收益甚至可以掩盖支出 17年8月20号发行 发行总量是1 凝制率57% 众筹价钱 0.016到 可以说是一个底层攻略 在技术上以Yalko为中心层 完成评分逻辑 一致授权登录 受益分配算法 社群平台 广告系统等中心业务逻辑 加大生态圈的树立和开拓运用的落地 都是一些比你直观有效的方法 不过上线的买卖锁都还不错 目前价钱在两毛左右 比你中等的项目 6.基于区块链的价值网络 1.定义 标的称号来自英文 You are on world 是一个基于区块链的内容补武网络 其目标是树立一个使用区块链技术 使用区中心化的共识方式 为内容消耗范围终止贡献定价和权益报答的网络 使内容消耗者 内容投资者 内容选择者和生态树立者 都能取得合理的补武和报答 然而是要平台下凝制的代表 用于储格外容创造者和传达 2.Token投稀 1.Token分配总量20亿 30%产品开拓和项目运营 10%开拓资金预留 30%开拓基金 30%展开其推行基金 2.Token市值 目前市场价0.1元 总市值在2.3亿上下坚定 3.买卖所制 曾经上线头部买卖所必安 OK 还有两个中小型买卖所 FITFINACE Doken总体上焦头活跃度 适中筹码凝质性一般 3.项目团队 团队成员都是早期的BTS人士者 运营者 善于营销 1.刘强BTR社区深度参与者 Pilets开创人 Raw 项目开创人 2.刘佳玲 国际早期区块链项目 固导者和投资者 比特首页营开创成员 比特股和以太坊项目晚期参与者 比特股理事会领事 3.自曾运营总监BTS理特股大中华区代表 理事会领事 国际晚期区块链步道者和投资者 深耕石墨西高公用区块链底层技术3年 负责邀运营和Pilets 4.优势 1.买卖处置速度快 只需3秒 比特币是10秒 2.每秒措施3000笔上面这些订单 判比中心化低作 3.设置多级资金管理前线 平安牢卡 4.使用积分形式收费转账 5.创始区块链登录 公用插件化 模块化 操作楼杂 便利 6.初级多重签名及资产管理公用 7.愈下去核心化 只需持有高跟就能参与 2.为内容平台开发了封口的工具图件 不论是文本 图片还是视频 直播等类型的内容平台 都可以自行接入专网络并自行定义鼓励机制 5.重点 1.没有顾问名人站台 总体召唤率有限 2.支持的资本和投资机构没有清楚的音讯披露 3.来自核心化内容平台和去中心化内容平台的双重协作 想破茧而出比较困难 总而言之 优优项目提供了一套去中心化水平十分高的公网代码 技术上工具化 模块化 为各种类型的内容平台提供了一套便利 好用的区块链网络系统 其代币邀柔柔价值会随同行业展开取得进一步认可 这是整个区块链内容平台内在的宿命 行业开展才是该类区块链像手腕最佳催化节 阅读 1016 CryptoPin305参与MiamiSE全球博物馆收藏Miami 美国商业资讯 油价实验室 VM3指点者和BodyDiata Blake CryptoPoint和Bbit的主场 明天公布了PanCligacy项目 对方案的出资捐赠是加密朋克305反映了Miami的标志性趋号 到Miami抢先的当代艺术博物馆 Miami当代艺术学院 SEMiami 作为同类项目中的第一个项目 PanCligacy Project将监视向世界各地抢先的当代艺术博物馆 宣资和装置多个CryptoPunk 并将经过提供相关VF39 加密货币的资源与这些博物馆协作装置艺术品艺术室 加密平安和NFT最佳实现 CryptoPunk作为VF3的知识和哲学偶像 而广为人知 也是有史以来第一个NFT系列队一 一万个CryptoPunk是受伦敦朋克场景启示而创作的独立生成艺术作品 就像Jetton和Andy Wolfo如何促进当代艺术的货星一样 我袭击CryptoPunk会引领NFT的潮流CryptoPunk品牌负责人Nordy Wolfo 我们致信NFT属于博物馆 我很快乐能与SE Miami和CryptoPunk305一同启动朋克遗产项目 为了庆贺公司在迈阿密的深辰跟进 有个外背经过将Punk305赠予 跟MyMy来启动该项目其收藏 反映了影响当代艺术的最紧迫的艺术和思想 一家大型艺术博物馆被CryptoPunk收买 肯定了该藏品在NFT艺术兴起中的先驱作用 及其对当今文明消耗的影响 在YouGaWeb之后 CryptoPunk向迪克迈阿密捐款公布 它许愿投入1万美元支持迈阿密的艺术和教育活动 SE Miami的系列反映了定义我们当下 并促进文明对话的艺术和理念 SE Miami艺术总监Experiment 作为以太坊区块链上首批NFT系列之一 CryptoPunk已成为加密艺术兴起 和艺术家运用新兴技术方式的一页 我们感谢YouGaWeb的小气支持 其中包括继续的对话和协作 将Web3最佳实践引入博物馆范围 我们很快乐看到CryptoPunk305成为 麦阿密的Web3投标说 得了一个索拉诺YouGaWeb的区分开创人 YouGaWeb的联合开创人 威利·阿罗诺活在麦阿密初始长大 我们的手段之一就是投资这座乡村 我们很快乐能在我们的故土 与SE Miami和一个反应我们社区 甚至我们群好的工作 一同启动Punk FC项目 Punk305将以3月C能美食 在麦阿密SE落幕并刚制并将一直展出到年底 明年 YouGaWeb将继续向世界各地的博物馆 捐赠CryptoPunk 关于游客实验室 YouGaWeb是一家经过讲故事 体验和社区塑造未来的Web3公司 在我们置信Web3的潜力可以从想象 而不是限制末尾的绝技的指导下 YouGa的举措 旨在重塑NFT的梦想世界效果 并推进整个空间向前展开 自2021年3月推出旗舰系列 Botty.12以来 作为首批象棋 NFT持有者公布IP允许的公司之一 他们成为头条旧室 取得并公布了其他顶级系列 CryptoPunker和Bbit的权益 并制造了Web2022的历史 突破纪录的 同步玩家参与了他们最新的建议 AdSan 作为迄今为止 最野心勃勃的交互式虚拟世界项目之一 AdSan与社区一同建造 在游戏空间中统一激进的围墙花园 450年4月 YouGaWeb以新NFT美元的固执筹集了 Cinelex7亿美元的种子和融资 关于SE Miami Miami当代艺术学院 跟MMI勤劳于促进当代艺术的持续实验 推进新的学术研究 并推进整个MMI地域和国际的艺术和思想交流 经过充益生机的展览和项目日历 极其收藏 MMI SEA为当地 新兴和未被认可的艺术家的作品提供了一座主要的国际平台 并推进了群众对我们这个时期 最具创新性的艺术的欣赏和了解 SE Miami于2014年推出 于一年2017月 Cinelex在迈阿密的想象区开设了新的勇士幸福 锁 国务馆的中心位置将其定位为社区内的文明之主 并增强了其在整个迈阿密地域展开文明修养方面的作用 国务馆收费入场 全年为观众提供封锁 公开的艺术精品 阅读1888 币圈子120 BTC.KON 训 由无聊源悲恐公司6个LAB推出的比特币 NFC系列Toyof Forward未发布前就深受关注 但在今6.10正式展开排卖后 却引发加密货币社群强烈反弹 不少网友都认为 Toyof Forward要求用户得付全额才能参与竞标的做法并不合理 据介绍 Toyof Forward系列包含300件限量版 生成艺术作品 其中288件作品参与开卖 剩下的12件则用于捐助或慈善 然而 根据Toyof Forward的开卖细则 所有出价都必须以比特币进行 且参与竞标者必须把竞标金额全数发送到由 优格外部控制的比特币地位 等到明早期点确认最终出价最高的前288名得标准后 再将比特币退回给未得标准 可想而知 上述拍卖规则一经曝光就马上招致社群批评声了 有网友指出 必须手动向未得标准进行推广就像是回到实际时代 另一位Twitter网友Ordinary则评论称 优格外部在这样的拍卖中建立了非常糟糕的优先提议 他们接管了竞标者的比特币 并承诺会把不成功的出价退回 毫无疑问 他们确实是会退回 但这种模式是骗子喜欢的理想模式 可信的玩家需要树立更好的榜样 针对这位网友的观点 就连比特币NFC协议Ordinary创建者KCVolder 也转发贴文表示赞同 KCVolder们在贴文中强烈谴责 优格外部的做法是堕落的行为 更放话说 如果优格外部再敢进行类似的拍卖 他必定会号召其他人抵制该项目 根据ToyolFallet官方页面数据显示 截至发稿时 参与竞价的地址已达到288个 其中 出价在0.13枚到0.03枚比特币的地址超过200个 EBC-PDK开头的地址出价最高 达两枚比特币 排名第二位至第十位的地址出价在0.5枚至1.11枚比特币 比特币最新价格训 无聊员创作团队Yougalab28日宣布 本周将通过Ordinary刷型基于比特币网络的NFT ToyolFallet用比特币开启竞标 300伏生成是一处开卖 跟无聊员没关系 ToyolFallet将于本周开启开卖 用比特币竞标 此次限量发行300伏的生成式化作 会利用Instagram的技术 记录在比特币网络上 Instagram是一种可被储存在比特币网络的数字资产 可以代表唯一性的数字创造 它在比特币网络被作为NFT用途 不过 无聊员系列的藏家可能会有些失望 ToyolFallet跟Pay等收藏品并不会有关联 Yougalab表示 这些作品是一个完整的艺术专案 它不会语过去 现在或是未来的Yougalab以派方专案 产生其他用途或是影响 不是外包作品吧 Yougalab自家生产 前阵子Yougalab发生商标盗用事件 此次就有特别说明 数次作品完全是内部团队采用3D模型 演算法结构与高等渲染技术完成的 Yougalab表示 一定会在发行前的24小时公布确切时间与细节 比特币最新价格训练 前巴克莱债券交易员 Yougalab种子投资者OE Ferro Mike Anderson 以均价78.08至78.18 提侍着价格共同卖出72只 Bacon 这大约是925万美元 OE Ferro 初始投资额约为114万美元 利润至少在700%以上 他去年曾获Quandex评选为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家 他向彭博社表示 他们两人在交易高收益债券的资历大约10年 近期市场情况让他们意识到当存在服营且流动性积架的时候 必须要尊重流动性即使获利两节 尽管虽感觉上流动性很强 但它仍是一种非流动性资产 OE Ferro指出 他们在2021年12月自巴克莱债 目前仍是优格外部的种子投资者 作为NFT藏家已经将近一年 同时也是NFT专案 数据平台Giggins创办人 住 彭博社的报道一次是微分 Mike Anderson委托的付费人 Giggins的报告 需要购买Giggins Success by S&P GBCB量太大了 GBCB量太少了 GBCB量太大了 GBCB量太少了 GBCB量太大了 GBCB量太大了 GBCB量太少了 GBCB区块链项目中的一项主要选择 就是由以太坊虚拟界 Rion Virtual Machine 而它又是基于以太坊的智能合约项目 因此开拓者无需更改底层代码 即可开拓以太坊项目 而这正是以太坊智能合约十分主要的特性 目前 以太坊模范还有四个以太坊客户端版本 一 以太模范 Rion Classic 由于比特币采用的是包共识基础 所以ETC的速度会快一些 GBCB量太大了 1比2 以太模范 Rion Classic 由于在技术上兼容了包共识机制 所以TC可以在ETC与TE时间停止转换 ETC自身在市场上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自己一同持有PC 在市场下面买卖 一同持有都可以了解 二 假设你想购置TC 就要TC买ETC ETC是一条采用包共识机制的功链 ETC供链上可以很拥搭地完成该开放 这关于PC来说是个很大的力量应许 三 ETHT是以太模范 TC是以太坊和Rion的原链 ETC采用快算法 意外算法是 超256 CBB总量1 ETC也是以太坊 ETH的原链 ETC对以太坊的影响 一 ETC的 很多人能够会说 ETC是以太坊分岔的 二 在某种水平下去说 ETC不是以太坊 ETC是以太坊的分岔 ETC是以太坊的原链 ETC也是以太坊经典 但ETC没有像ETH那样 有主流的价值 三比二 ETC以太经典和RionC 简称TC 是以太坊停止应分岔后 所创立的原链 ETC固然不是以太坊的代币 但是以太坊和以太经典之间的联系 是成正比的 都是以太坊的分岔 四 以太经典是一种数字代币 以太坊是去中心化 以太经典是以太坊的原链 以太经典是以太坊区块链的分岔 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 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 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 不拥有所有权 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若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新权 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发送邮件至1599153920和QQ.com 一经查实 本站将立刻删除 转载联系作者并注明出处 GPG交易所是什么 GPG哪个国度的交易所 GPG该交易所是中外货币网络的创新国际站 成立于2018年 是一家全球运营的数字货币交易所 仰仗中外货币网络的知名度和自身创新高效的运营方式 GPG在短时间内成为新的已显国际站 目前交易所支持八种言语 日均生动逾越十万 全球用户逾越三百万 GPG还在继续扩展其全球市场 它的愿景就是为全球更多的数字货币喜好者提供更多原话 更优质的效果 那么GPG哪个国家的交易所 我致信很多投资者对此并不太了解 往常让区块链网网小编精细通知网友 GPG交易所是什么 GPG交易所是什么